烤箱版鸡肉可乐饼的做法 比较不喜欢做油炸的东西 也很少吃 这个可乐饼是用烤箱烤的 一样很香的波浪福 土豆一个 鸡胸肉一块 白洋葱一个 盐适量 油适量 面包糠适量 面粉适量 鸡蛋一个 白糖少许 白胡椒粉少许 一煮料 土豆 鸡胸肉 洋葱比例 2比1 0.5 2土豆去皮切块上锅蒸熟 3鸡肉剁成泥 4洋葱切碎 5锅中加点油烧热 放入洋葱立炒到略微焦黄 6加入鸡肉泥炒到变色 7蒸熟的土豆鸭成泥 8加入炒好的洋葱鸡肉 加适量盐 胡椒粉和少许白糖拌均匀 9准备好面包糠 面粉 鸡蛋打散成蛋液 拾取拌好的土豆泥做成小饼 先沾一层面粉 11再沾满蛋液 然后沾满面包汤 12全做好放烤盘中 13烤箱预热180度 烤30分钟 如果想烤的快一点 也可以用高温一些波浪符 14道可乐饼金黄就可以了 16分钟 16分钟 1